如何正确安全地帮新生儿拍隔 一手从头颈的地方开始托住支撑 另一手抬起小屁屁 将宝宝的头放在妈妈肩膀上 背部呈现一个弯弓的状态 确认宝宝的屁股确实靠在妈妈的前手臂上 妈妈的手掌可以轻轻扶着宝宝的膝盖 确认宝宝的屁股、腰肌、背的位置 手拱起来呈C字形 对好背部位置拍下去的时候 宝宝的头会自然往后仰 所以妈妈的头要往宝宝的头靠近 避免宝宝往后摔 但是不要夹紧 一手支撑住头颈部 另一手将屁股往下 注意两只小腿不要折到 稍微让宝宝坐在妈妈大腿上 手的虎口张开让宝宝往前靠 手指可以扶着宝宝的肩膀 这时候宝宝的背会呈现直立状态 如果宝宝是被包起来的 要不断的确认脚、屁股、腰肌的位置 新手妈咪如果很怕宝宝掉下去 也可以坐在床上靠里面一点坐 或者让宝宝贴近妈妈身体一些 拍的时候是啵啵啵的声音 宝宝的头会往上 有些宝宝还会皱眉头 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 不是宝宝觉得不舒服哦 听到轻轻的嗝的声音 就是宝宝打嗝咯 如果打嗝一直拍不出来 也没有关系哦 千万不要硬拍 可以用浴巾或包巾 让宝宝斜斜的躺着 不用太高 宝宝因为食道比较短浅容易易奶 建议帮宝宝稍微把头转到侧面 不要固定宝宝的头 这样吐出来的奶 就会顺利的从嘴角流下来 而不会呛到 记得无论如何 宝宝每天至少都压大哥一次哦